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技术运气都赢不了钱 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到了走不一样的路 就是作弊 当然了 作弊很危险 在这个60年代 在拉斯维加斯那时候还是黑帮 这个经营赌场的时候 如果他发现你作弊 就把你拉到地下室 可能把你的推给打断了 现在这个赌场都是上市公司了 他可能不会这么做了 那怎么办呢 就这个通过法律的途径 警察 法官 监狱 就把 告你 先拘捕你 然后法院判你作弊 把你扔进监狱 在监狱呢 当然了 也很有可能人家把你腿打折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作弊 当然了 因为有人这么做 所以呢 我们也今天讲解一下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了解一下 但是呢 这些方法呢 既然我们都知道了 赌场当然也知道 我个人呢 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作弊 因为这是一件呢 对自己很不好的事情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了 这个作弊呢 有很多种方法 这种方法呢 他们是利用三个人 和一个小型的摄像机 这个针孔摄像机 作弊呢 很简单 首先一个人拿一个针孔摄像机 把它放在自己的这个手表 或者手环下面 放在这里 它这个底下呢 可以录这个手下看到的东西 然后呢 赌场呢 一般会拿一副牌 给这个玩的人去切牌 像切牌卡 但很多人呢 你就说你看到 他拿切牌卡 在这个牌上刮一下 用力的刮 然后呢 再选择这个 一个切牌的位置 刮刮刮 好 这里切进去 好 这样 但是这个呢 其实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这其中的一部分牌 它在刮的过程中啊 它可以看到 这个牌 是什么牌 那我在刮的过程中 因为我下面有摄像机 我刮牌的过程中 这摄像机 就会把这个牌记录下来 我是这只手也好 那只手也好 我刮的时候 这个摄像机 其实在录 我们看到的牌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牌呢 赌场一般用的是很新的牌了 你这样刮一下呢 通过摄像机 刮几次 录几次 应该呢 就把这个牌的顺序呢 录下来了 录得很清楚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牌 这样录下来了 录下之后呢 我们还可平时一样 切牌 切一点 移到后面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牌其实 这一部分牌 已经被我们录下来了 录的顺序呢 是从下到上 录完之后呢 这个拿摄像机的人呢 不可能坐在这里了 因为看到摄像机不好嘛 他 另外一个伙伴 打个电话给他 他说我接个电话 走掉了 他呢 就和这个打电话的人一起 把这个摄像机 拿到酒店的房间也好 或者是跑到这个 车里也好 迅速的把它 录像拿出来 进行电脑分析 这个时候呢 牌装好了 这边呢 还是在正常的玩 这时候呢 你需要有一个人 坐在这里 他可以不玩 在这看 他呢 算下牌 记录一下牌的大概 大概出了多少次 因为你知道我们 看牌呢 在这个区间了 当然如果你要太久呢 那这个牌已经打完了 那我们看到也没有用了 所以呢 这个人坐在这里 他看看牌的数量 偶尔可以玩一玩 把这个拖延一些时间 然后呢 拿到摄像机 的人 跑到这个 酒店的房间 把这副牌记录下来了 当然他也不需要这么多 可能他记录 这几张就够了 足够了 OK 然后呢 他把这个牌拿过来 牌呢 顺序是这么看的 我上到下 他们已经用电脑 把牌的顺序排好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会把这个牌 分为三个区 第一个区呢 叫做容错区 第二个区呢 叫做信号区 第三个区呢 第三个区呢 这个就是 真正的这个压柱区了 牌是这样的 好了 什么是容错区呢 容错区呢 是如果发现一个 黑桃的尖 那么有可能 我们已经进入了 我们自己 知道的这个 看到的牌的区域了 那我们就要做准备 压大柱了 但是呢 一副牌里有八张 八张黑桃尖 那怎么确定这张 是我们需要的黑桃尖呢 我们要看第二张 放片沟 当然了 如果这两张在一起 那很可能下面都是我们要看的牌了 当然也可能 偶然呢 偶然的情况下 这样的牌又发到一起了 我们压了大柱也可能输掉了 所以呢 我们还要一张 放片5 如果这三张 同时出现的话 在这个牌里呢 我们基本就可以断定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我们这个 容错区 要到了新号区了 好了 我们继续 如果呢 我们的新号区呢 其实只有六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买加了最多用六张牌啊 信号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进入信号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压住了 如果说一二三 到了这张开始 我们就可以计算它的结果 然后呢 开始压住 直到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现在已知的牌用完了 比如说一柱 两柱 三柱四柱都可以 我们现在做测试 用 压三柱吧 那 这三张开始 因为发牌的顺序不一样 可能呢 这个牌啊 前面用了几张 把这几张用掉了 可能压住 信号区呢 从这里开始 可能从这里开始 也可能呢 从这张 也可能从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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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牌 连起来看的时候呢 要计算所有的六种可能 比如说 这个 容错区出现之后 这个是第一张 刚刚好 上一手的牌 最后三张 是容错区的牌 那么 我们从这个 信号区开始算 如果第一张是尖的话 那是8比6 那我们拿笔记一下 你记性不好啊 所以拿笔记一下 我们第一手牌 应该是 弦 弦赢 然后我们继续 7 4 装补牌 7比5 我们还是弦 我们可以拿 这个 本身这个牌来记啊 弦 第二手弦 然后呢 第三手呢 我们看 2比0 我们加一张 2 14 我们加一个 13 那么 三张 还是我们这个 弦赢 三张弦 那就是说呢 如果第一张是A4的话 通过顺序 我们可以有三手 都要压弦 那最后的牌骨可以不用了 好了 我们继续再算 如果 这个被用掉了 我们的下一手第一张是 我们这个信号区的第二张牌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结果啊 8 弦是6 装是4 加一张8 正好我们这个弦是6 装是0 那么我们的 弦赢 我们可以用这个牌记一下啊 黑色的 我们是弦 然后呢 我们看我们这个压柱区 装是8 那我们 第二张是装 然后我们 第三手 弦3点 装2点 那第三手我们 还是弦 再拿一张黑色的 所以如果这个信号区的 从第二张开始 那么结果是 弦 装弦 跟我们第一次不一样啊 第一次我们是 结果都是弦 好了 现在我们 看一下 如果信号区的 第三张牌 是下一手的第一张 结果怎么样呢 4比4 是一个碳 OK 这个 就得说我们 少压了一手了 我们是第一个碳 然后呢 再下一手呢 可以看一看 8比7 那我们第一把是碳 第一把是碳 我们下一把是鲜 当然了 碳可能更好了 我们知道是碳的话 我们压碳 我们可以赢8倍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下面呢 再下面呢 再下一手 装赢 7点 我们记录一下 是装 好了 我们 后面的牌可以不用 我们 因为我们只压三手啊 因为你压太多 经常赢 中场可能怀疑你啊 我们把这个牌 记录好 现在 我们再记录一下 如果下一手的第一张牌 是我们这个 信号区的 第四张牌 4比7 4比7 再补一张牌 那 是零 那我们应该是 我们的装营 装 然后 我们在这里 啊 记录我们这个的牌 我们的结果是 闲 赢 所以我们 黑色的 装 闲 然后 记录我们的 下一手牌 2比2 装 加的是8 闲 是0 装 是1 那么 我们装营 把这个记录下来 我们再继续看 如果下一手的第一张牌 是信号区的 第五张牌的话呢 7比4 装补一张 是5 那么就是说 第一张 应该是闲 然后下一手开始 闲4装3 那么我们下一手 开始闲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 亚洲区的 牌用的比较多 哦 又是一个 钛 平了啊 赚更多的钱了 可能 好了 我们这是第三局 第5局了 那现在我们 最后一种可能 如果前面都用完了 切上去的 最后一张牌 是下一手的第一张牌 那么 8 0 4 1 那么4比1 4抓一张6 抓一张7 那么第一手应该是 我们的 装 如果再容易摆交了呢 那我们这个牌可能就 就更好了啊 我们是7点吧 如果我们压这个 这个龙的话呢 这个龙的话呢 我们可以赢40倍啊 啊 好了 第一张是装 那我们看下一张 也是装赢 7比2 然后我们看在下一张 8比5 8比5 显赢 那后面的牌 我们可能 不去利用了啊 那好了 这几种可能已经 都计算好了 所以肯定 不会出现问题了 好 所以我们 把这个最后一次记录也拿来 一共有6种可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把三张 容错区的牌 都记住 当然我记不住了 我们把它翻过来 再回到我们这个牌桌上 实际呢 他们用电脑计算的话 速度呢其实很快的 可能几分钟 已经把这个都算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这个桌子上啊 我们的第三个人呢 还在记录他的牌 每张牌都记录了 他可能大概记录了 有用了多少张 百家乐呢 可以拿纸和笔记的 他自己记下来了 我们一路再看 可能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结果的 这两个人呢 坐在桌子上 也可以开始先玩 这样呢 给人感觉不到在作弊 因为他们呢 不会突然跑进来压的很大 他们呢可能 两个人 一个人压桩 一个人压闲 这样呢 每一把呢 都是不会输的 但是看起来呢 大家还都在玩的 那比如说这个牌 从现在开始 他们已经来了 再发牌 现在是 装赢了 把这个牌都拿走了 然后还没有看到信号区的牌 所以继续 这个时候 他看到 信号区的牌 这是屏 那信号区第一张 他可能记住 这个有可能 就是信号区的下一张 因为 这个是容错区的 第一张牌 他要记住 要看一看下一张是不是容错区的第二张牌 如果是容错区的第二张牌 那么他就要做好准备 准备进入这个信号区 开始压住 好了 他告诉说 有几张现在走了 几张黑桃尖 记住的牌处好 以前没有出现过黑桃尖 好那这个可能是第一张 那我们要做好准备了 那这个时候才一看 好 黑桃尖 方片5 那说明我们已经 正式的 进入了这个信号区 因为容错区的三段牌出现 也是这个顺序 1比5 8 1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容错区的牌呢 是这两张 然后呢 我们 容错区的牌是 不好意思 容错区的牌是这两张 已经发生 已经发生 已经过了容错区了 现在呢 正式进入这个 信号区 信号区呢 用了四张牌 它还有两张牌 两张牌呢 如果没弄错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7和8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就会从我们这个 当时 信号区的 第五种可能开始算 因为已经走了四张了 所以第一张牌 是这个信号区的第五张牌 那我们选的结果是 12345 好了 我们结果应该是 弦 弦和平 好了 那我们现在把钱 压在这个弦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讲说 哦我压一把大的看一看 怎么样 弦7点 装4点 补牌 装1点 好弦赢了 这个时候赌场说 运气好好 赢了很多钱 那下一把呢 应该是我们的平了 平了 是 是 8倍了 有的时候是9倍了 那有些人说 那好了 我就不压太多了 就 压一把 压一把 平 然后呢 中就中了 不中就回家了 好了 这时候发牌 真的是平了 对吧 这个时候八倍 哇 那可能赌场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 你赢了这么多钱 这时候你说 哇赢了这么多钱太好了 那我呢 现在就不玩了 给赌场 很快一点小费 拿着钱呢 就回家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运气好 还有一把是平 我们可能 原来比如说压了1万 现在赚了2万 第二把弦呢 压了2万 我们赢了4万 然后呢 我又压了1万的 放在了这个瓶上 我又赢了8万 那我们加起来呢 可能 这个短短一段时间啊 三把牌啊 就 赢了十几万 我们的成本呢 可能大概只有1万 也不需要有很多钱 我们就可以赢的 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 这个 我们 已经知道的啊 一种用这个摄像机 秀对藏摄像机的方法 进行作弊 当然了呢 这个事情呢 是 被抓到之后 被公布了 大家才知道的 他们呢肯定是 自己不会告诉别人的 尽管他被赌场发现了 至于呢 发明这个操作的人 以后怎么样了呢 我也没有去跟踪 但是肯定呢 他的日子 肯定是不太好过的 因为呢 人嘛 都是贪心 你去了一次 赢了十几万 几十万 你还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总有一天呢 你会被抓到的 啊 所以说呢 我们玩摆家了呢 要不然就不玩 要玩了 就不要上瘾 如果上瘾呢 无论是桌币也好 怎么也好 总有一天呢 钱呢都会输完 然后呢 日子会非常非常的不好过 好了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 意见和建议呢 啊 请在我们的这个下方留言 啊 如果呢 觉得这个 金银百家乐 很适合您的胃口 那请您订阅 我们会推出更多的 新的视频 谢谢大家